全喝咖啡 吃饭的地方 像这两个教室 Coligny Arts就是学厨师的这些学生 他们可以在后面去做一些食物之类的 而且有些大型活动的时候 也会用这两个餐厅 就实习的场地 对 而且他们主习的学生 经常也会在这边去 这是实践一下 哦 这就是食堂是吧 对 这食堂 我们可以到里面吃喝一下 这就是稀释的 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可以啊 现在是时间 对 是 时间分数 价格很便宜嘛 价格很便宜嘛 才一块多了 8块多了 Auto Body Technician 就是车身维修的这个工程师 用更通俗话来讲的就是负责板筋维修的 这个修车师傅 哎 想问一下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柜子是吧 对 就是一个小柜子 能看看吗 对 一个小柜子 然后三个挂钩 一个梯子型挂钩 那你没有穿大衣吗 今天这么冷 放在里面了 放里面 还有一个柜子 因为它这个工程间里面灰情比较大 然后有一些需要喷漆 或者是穿那个Coverall 然后那种工作服务 它可能放在外面不是很方便 有的时候你就直接放在里面 但里面那个柜子没有那个锁头 没有那个锁头不安全 然后你去柜中心的话就放在里面 好 我们来autobody technician的教室 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学习这个 这个应该叫什么 车身板筋 其实就是我们的板筋 就板筋对吧 不仅包括板筋 包括喷漆 对 我进来就闻到了熟悉的漆的味道 没错 里面很多化学品 这是干啥的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灯 然后但是它连了一条电线 然后你可以拉下来 它可以延长你的使用的距离 哦 就是你要是看车内看不清 通理就光线 这个你是什么时候入学的呢 我是今年的7月10号左右入学的 哦 您是今年10月才入学是吧 对 这个怎么样 进来以后感觉怎么样 感觉其实比我想象的要融洽一些 因为我个人的英语水平有限 然后在来之前 我最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就是 可能就是语言 然后来了以后 当然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由于语言可能我个人的基础不是很好 然后在学习上也确实遇到了问题 但好在是我们这的老师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的有耐心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你一遍问他两遍问他 他你问三遍四遍五遍都行 哦 这样子的 对 但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跟你回答 就不停的pardon me 对 不停的这个pardon 然后他也知道您是这个我们不是英语母语国家的过来 所以他对我们的包容性非常大 然后非常强 这里全是车啊 感觉 哦 对好多好多 就是拿过来以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板击屏漆的工作 然后给我们做练习来试用 这个有多少时间是在上课多少时间是在试操呢 我们这个目前就我个人来讲 因为我上的时间不长 但从我目前就是了时间来看的话 90%都是这个实操课 哦 90%都是实操课 90%都是实操课 理论课基本上 简单理解就是全部基本上属于是自学了 所以他其实对语言要求很高啊 啊 因为实操嘛 他跟你讲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你听不懂你就没法上弄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这样的 哇 这是一台很古典的这个美国车不 应该是个应该是个这种老爷车 老爷车啊 对对 刚好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个翻修的设骨架 对啊 然后目前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完 我们的工作 他不是说一块做完以后再做下一块 我们可能只有几块同时开始 然后这个也是在项目之一 我看这个你们进来的时候是戴眼镜啊 那个是对哦 你不说这个 这个是安全的这个安全眼镜 这个是我们这里边的要求必须要做 必须要戴这个东西 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多余 但是从我工作第一天 我就发现这玩意一定要戴 然后鞋子好像也有讲究是吧 对鞋子有讲 但是我已经下班了 所以我把它换了 就是铁头鞋是吧 铁头鞋 正常的价格铁头鞋 上面还有个标是认证的 就砸了也没关系 我又把甲子头砸坏了 对稍微沉了点 但是确实安全 对这里东西 随便建一个东西砸一个东西都是很重的 没错都是金属的 有很多都是实型的金属的 实型金属 对实型金属 所以很重 我砸过 好在有那个铁头皮鞋保护 哦 哎我想问问像像 那这些车你们是就是从板金开始学起来什么呢 呃我们最开始是学的那个那个钱 钱工吧 那应该叫就是车床 然后就钻头的那种 啊 应该是那种 先学了点一部分那个课程 然后紧接着回来了以后 呃学了这个汉工的一些课程 汉工 哦 那边高汉有几个汉台 他那些做一些汉机啊 呃做一些电焊的简单的一些工作 然后然后后来的话就开始学这个 呃呃板金和喷漆 对 哦这其实就本质上就相当于一个大型修车厂 呃可以 其实就是一样的 我整个设备都一样 一样 因为他你走流程走熟了 你出去以后走工作 你才知道在那个环境当中是怎么样工作的 他用的应该是跟那个修车厂一样的这个设备 应该差不多 估计除了品牌不同 供应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车架子 对 嗯 把车抬起来 对对对 哦 那引擎部分你们不管 那引擎部分应该是属于那个 呃 呃 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本质机 那这也是你们要用的这个教具吗 呃 是 G1 这么好一个新车 只要是这个这个房间里的全都是教具 那像这个车的教具是用了干嘛的 我感觉好像都是好了 啊 他其实是最开始来的时候不是这样 哦 这被你们修成这样子 呃 他刚进来以后要进行一部分的维修 然后那个呃 包括还有做一些简单的清洁 像这些是什么设备呢 哦 这是我们的这个操作台 这个前工的工作 哦 前工 对这个就是 这个我知道啊 那后面呢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焊机 哦 焊机 对这是焊机 哦焊机 哇这个设备很齐全 对但是我学艺不太精 所以这个焊机我只会用 但是具体的呃 某些细节的话掌握不是很好 呃这个无所谓的 能问问吗就是说这个 你当年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呃 其实主要我当时的想法是 呃 因为我个人的语言上 不是很理想 然后 很理想 对不是很理想 那你肯定6.5才能过来 那没有 那没有 你读原课的 对我读你原课的 然后我在想还是尽量选择一个 能跟人 接触少一点的这个这个这个专业吧 然后就来就来了这个 然后后来发现好像这个专业 搞错了 哈哈哈 那你改不了了呀 已经已经上课了呀 然后就这样吧 然后这个这个语言提高应该飞速现在 哎呀说来巧了 我们班有12个人 然后呢 印度同学和巴基斯坦同学 在了绝大部分 哦是吗 对然后就本来我英语就差嘛 然后他们还有口音 所以就是男上加男 你有除了你还有其他的华人学生吗 没有就我们的专业就我一个 我本来以为还能有一个 我们大个伴什么的 嗯 这个环境是最好的 只能自力更生 绝对把你英语半年内逼出来了 我希望吧 希望吧 那好一点 呃您之前在国内做什么工作呢 呃在航空公司工作 航空公司 对对对 修飞机吗 那没有没有没有 我其实没有接触过机械 我主要就是做这个办公室的 哇 这个转变很大 对啊 然后用我的话说 我说人家说你为啥来 我说一世人两世界 因为给我的感觉就是 重启人生 对对对对 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不一样的语言 不一样的文化 然后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蛮特别的事的 那申请过程难吗 就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对有点复杂 怎么个复杂法呢 就感觉很多表格啊 然后还有一些要求啊 以及提交上去这些表格以后 给包括给给这个移民局啊 还有这些相关的呃相关的单位 都要等审批 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内容 你你你你你只有在填表格的时候 是你可控的 对 表格一旦离开你的时候 所有的内容都不可控了 你只能等 哦 那你这个呃 你是直接跟学校申请的 还通过中介申请的 中介 还通过中介 对 这个过来以后 这个学校这个城市跟你期望的一致吗 有点大 有点大 但是之前在那个网上也看过 简单介绍 看过这个这个城市介绍 但是毕竟没有亲自来过 来了以后 哪方面的这个差异呢 是比你想象的好还是比你想象差的 想象的稍微荒凉了点 对对对 但是荒凉这个词不太准确啊 就是有点 因为我们国内过来的 你是在哪个城市过来的 深圳嘛 深圳那差异很大 对就是人比较多 我们深圳人比较多 不仅人比较多 而且满眼绿色 对 这里是满眼黄色 对对对 然后到冬天就变白色 你七月份来的时候应该还是有绿的 呃没有 我不是七月份来的 我是更早来的 然后到七月份来开学 啊 我赶上上一个冬天了 哦 上一个冬天了 那难得 对 我还没赶上了 你还没赶上了 我四月一号来的 这里全是白的 哇真的是 这个是 上一个冬天的时候 把我冻的不行 然后人家跟我说是暖冬 我说好吧 这还暖冬 上个 上年就是暖冬啊 对 然后今年比上一年还暖 对对对 到现在了还没什么雪了 对啊 我就是想来看白色的 结果没有 但是我认识好多一些人 他们说这个 这个就感觉有点有点荒凉 但其实我还好 我第一感觉是有点荒凉的 但是 我就呆了也就一年左右 我就感觉这个地儿 其实我蛮喜欢的 可能是说 气候比较寒冷 但人心比较温暖 对 气候比较寒冷 然后但是简单 就非常简单 你可能去很多地方都很近 然后这些街道 可能用不了几天 你就熟悉所有的街道 也不堵车 那对不怎么堵车 然后你就感觉好像就很熟悉 虽然一个全新的城市 全新的国家 然后但是你用不了多久 你就感觉哪都不是很陌生了 对对对 当然这语言还是问题 如果语言要完全打通的话 我觉得现在这个专业很快就会打通 是吗 接您接 半年你的听力肯定过关了 一年你就说得66的 那太好了 你要学两年吧 是吧 我这个专业是一年的 一年的 我准备来年再选一个专业 再选一个专业 再选个引擎维修 那就全 就是全 叫Fullstack 全站 换一个 换一个 这个学了很实用的 是的 有很多人跟我说说这个专业找工作相对比较容易 你现在还在外面有没有实习啊 或者说是套餐 没有 因为我想主要是我下了课以后回家可能 因为我结婚了嘛 那要照顾家里面 然后暂时可能有点抽不开身 等以后慢慢的好一些可能再做这些 这些方面 你是带着孩子去乖的吗 对 我孩子和我家人都在呢 嗯 孩子学习怎么样 啊 适应吗 明天去上学 明天去上学 巧了今天还没上学呢 就很小是吧 对 那这个很好 那是在幼儿园吗 不是 它是一个是一年级一个是三年级 只是他们刚过来不久 然后我让他们就是适应一段 对 正好看看这边应该还是孩子很喜欢 他们很喜欢 已经很喜欢 很开心 虽然有点冷 但是很开心 对 那上一个冬天就是说你是 跟你就是说感觉最不适应的是什么呢 我说冷是肯定的 在表现生活上 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在冬天的驾驶经验 这边的冬的第一个入冬了 那个让我开车的时候 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点心情难战的 那个路非常滑 有的时候那个车轮是不受控的 对 你的前后车可能都不受控 然后即便是你受控 你前后车有时候不受控 你也是很危险的 发生收获了吗 那没有 但是我的车已经飘了 左右飘是吧 对对对左右飘横着飘 我开过的 我在国内开过 很难控制 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蛮惊险的时刻 那你是四驱的吗 是四驱的 四驱也会飘 而且还有雪苔 没什么用 但是我觉得 要不要挂个铁链会更好一些 但铁链的感受很糟 很差的 对对对 那这个衣服上面 服饰上面呢 根据前辈跟我说的 要在车里边放很多保命的东西 包括可能要放点 在冬天的时候要放一个睡袋 然后抗寒的那种睡袋 最好再放点这个空间水 然后再放点这个 再放一个折叠的那种铁铁 明白他就怕车子到时候不能动了 困在那地方 对你好歹能扛个一会儿 不然的话在很寒冷的季节 你开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可能一到两个小时就很危险了 那是的 确实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说其他生活上面 其实寒冷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 目前来看还没有 因为我个人 其实我本人是北方人 所以我对这边的寒冷不是特别的不适应 因为很多很担心 这零下三四十度是怎么过 他们比照着这个零下两三度来推测的 我去年的时候遇到一次 遇到一个极寒的温度 大概在零下可能要35度左右吧 真的是非常冷 我在我老家都没有感受到 这么这么寒冷的这个温度 确实是已经没有办法就是 到室外去了 对到室外去了 但你在房间里一点感觉怎么样 房间里也非常舒服 对吧 所以我就讲嘛 你不能按照长江中下游那种 你一下脸三度去推测 二三四度的什么感觉 对 这个冬天的时候 只要你不出房间 是非常舒服的 包括你在车里也非常舒服 包括在教室也很舒服 对 其实气候的影响我觉得还分人 你包括冬天的话 它有很多冬季的冰上运动 包括这个花冰啊冰球啊 然后还有一些 包括小孩玩的滑雪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很好 然后你玩一玩的时候 你除了极寒以外 你基本也感觉不到冷 你甚至还会有点热 你玩开了就不会冷 对 那你这个在这篇中爱好了吗 我还没 去了一次滑雪 把我摔的可能得缓一点 滑雪 那你不摔个几十次出来 对 对对 是吧 人家本来我就不太会晃 然后还还玩的单板 我也玩单板 我玩了可能有上百次摔了 是吗 我觉得帅嘛 然后就单板把我摔的 真的是 但是但是单板摔归摔 它不容易就是说摔出大毛病 是吧 最对这个老登档 但是我当然想我滑的也慢 我姿态放的也低 摔就摔了 也控制得住 对 单板要看找个好教练 可能就很快就掌握了 一旦掌握了这个一个冰山运动 雪山运动就拔不着他来了 我们的隔壁 我去的那个滑雪场 这个雪场里面刚好也有华人的教练 对 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 华人都已经 虽然说这个城市小一些 但是 该有的都有 对该有的都有 然后没有岗位的华人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对 包括银行 然后什么SGI 包括你像连个滑雪场都有华人 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讲的都有华人 你在这边怎么租房子 生活开销你觉得怎么样 生活开销 这边租房子加上水电费 如果租一个小的townhouse的话 大概租房可能要在1600 你租townhouse1600 如果小汤 还有小汤 小汤的话大概要1600 然后你要加上水电费可能要2000了 你两个孩子就要租大一点的 对 活动空间 对 理解 这已经很便宜了 这个价格你在温哥华都能多租个公寓都租不到 只能租地下室 只能租地下室那边 那租地下室也涨价 对 现在听说 每一年逐年来加拿大的人都会比前一年要多 对 所以房价就肯定是要上涨的 根据供需关系来讲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 你觉得这个跟深圳的生活开支比怎么样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1比5嘛 它如果要是1比1的话那可便宜太多了 对 那吃饭呢 吃饭的话基本上都是自己做 能买到华人喜欢的菜吗 菜可以 但是这边的蔬菜种类相对来说好像不如深圳丰富 那肯定 就是这样 比起这个气候在这里买 对 但是你要需要什么 你要真的是花心思去找的话 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是吧 对 还有华人住 对 隔壁阿州这好多华人开农场 对 你总能找得到 只不过就是不像我们随便在国内去一个市场 基本什么菜都有 对 哎呀这个非常感谢 带我们一起了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南岭专业 很多朋友都在问嘛 就是要过来做南岭做南岭 但是从哪做起呢 这个我觉得从哪做起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先迈出第一步 对 不过第一步迈向哪个方向很重要 那都是 因为国内的中介说实话也不太熟悉这专业 对 你当时是中介给你推荐还是你自己指定的呢 我是自己指定 对吧 你要不自己指定中介肯定把你推到IT或者推到商科去了 嗯 啊 这个非常感谢小贾啊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那么我是海硕啊 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萨里的这个 南岭专业感兴趣跟我联系 我的微信号呢 是Canada9969 我也会在这个平时呢 朋友圈办一些闭门会议 深度的给大家聊一聊 这些专业和他的就业情况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会上一起交流 好 记得关注海硕频道 点赞留言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